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会发现他在写这个碳的时候 左边的那个汉朝的右手边这个字 你看这个黑帖 像不像小孩在写的 他没有什么 什么间隔距离要一样要多长要多斜 反正就一笔一笔摆上去 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跟我形容隶书就是摆树棍 棍子一根一根摆好 那棍子是斜的就斜的没有弧度的 对不对 不然就平 要不然就斜的没有弧度 好 所以这个字你就可以轻松写 随便你爱怎么放荡不羁 我都不会怪你 好不好 这个方块还是跟他差不多宽展 不要比他多就对了 但无论你怎么走 笔法都是不会变 你看这样一个小笔画 我也是进去以后拉出来 对不对 对 所以都是要做齐笔的 好 接下来他的几个线条 距离都相当的遥远 他这个还不上去 只有这样 好 一样是有头 一样是有尾 这一笔轻轻翻手点 会吧 这个就一般的点 很明显 好 提贴过来以后 一贴 好 呃 他这个是贴住这边的 贴住这边 好 进来 从粗到细 好 直 好 向左 从这边 好 看一下甩尾 你手不要转这个方向 就是直直拉开就好 好 这个双 这个双是不是也非常的同趣 有没有 上面那个雨大大的 下面那个香 小小小的 左边的木呢 细细的 右边的木啊 粗粗的 其实这样的写法 我们不好写 对不对 因为我们太成熟了 因为我们太成熟了 好 你注意一下 如果你注意看我这个黑铁 你会发现 它的线条还是有变化 好 这个好 上去 肩 下 比肩提起来 好 你看喔 他这个可以变成脚 好 接下来这个 就约列布在整个 空白的地方的 中间的部分 不用太拘束 不用太拘束 他这一笔比较长 不要太粗 好 这个跟他等高的位置 通常我们都是 左细右粗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他颠覆这个想法 这个月 笔画少 对不对 比较好写 其实不然 其实不然 好 这个呢 这是平的 跟红线平行 好 假设你要保险一点 你可以把这一痕写出 写多出去一点 多出去一点 你的下面的笔画 就在他底下下 可是看起来我没有太宽 可是看起来我没有太宽 所以我没办法 我从这里 没有差 好 稍微提一下 好 加出一点向左 好 这边也是一样 就说你假设 假设你啊 是写的比较出去 你这一笔就在底下顶住就出来 不用上到上面去 听懂 就借力实力 这个字有个原则就是 你底下这一块不要太空 不如你写大写小 这个字你写大还是写小 都没有关系 你的原则就是 你要注意下面这二分之一不要太空 不要比它大 好 嗯